阿基斯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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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好 大家好 我是Mr.RZ 或者是Joy Johnson 然後我們這邊要 我們是不是真的假的這樣子 那我們做了一個LINE的機器人 陪大家一起面對LINE的假訊息 如果你以後遇到想要查的東西 都可以分享給COVID真的假的 他就會自動告訴你 其他的貢獻者對這則訊息 有查過什麼樣的資料 這個機器人之所以知道要回什麼 是因為背後有一個資料庫 若是機器人收到一則訊息 資料庫裡面找不到的話 他就會問對方是不是願意成為 全世界第一個回報這個訊息的人 那他同意之後呢 這則訊息就會出現在 covid.tw這個網站上面 善良的編輯們就可以進來 看訊息跟寫回應 我們從30萬的LINE使用者 收到了12萬則的訊息 另外一邊呢 其實也有人在網站上面幫忙回應 那這些資料呢 都是以開放授權釋出 如果大家一起可以來練習查證 練習如何撰寫有說服力的回應 我們就可以讓社會 面對假訊息的時候更有韌性 今天covid.tw真的假的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希望拜託大家一起來做善事 那第一個是我們可以替有幫助的查核回應按讚 或者是呢 協助撰寫新的查核回應 你在這個地方填寫的內容呢 都會讓真的假的機器人的使用者看到 也可以加會covid.tw.真的假的的這個生態系的大家 那今天的貢獻也都會呈現在你的個人主頁 城市開發方面呢 我們整理了covid.tw.的機器人 以及管理頁面上的一些issue 那都在covid.tw.的這個github上面有一個goodfirstissue的label底下 那如果你會node.js或者是react.js的話可以參考看看 一起用一個下午讓covid.tw.更好用 我們這邊今天也想要徵求 在這三個面向有經驗的人一起來聊聊 第一個呢就是covid.tw.真的假的 除字稿而且它是共編的 那圖片影片跟聲音都可以有 那這邊的話就是希望徵求說 之前有做過除字稿經驗的人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分享說 這個介面好不好用 實際用用看 然後會不會有一些 習慣的標記或功能是我們可以接下來實作的 謝謝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AI訓練家的經驗分享 就是我們其實有把我們的open data 放到hugging face 上面做成一個dataset 不過我們對這個hugging face 超級的一竅不通 所以基本上就是希望說 有在hugging face上面載資料的人 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說 我們現在這包資料對你來說是不是好用的 我們在readme裡面應該要補什麼樣的東西 最後就是graphcare的存取管理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API server 然後我們的chatbot 跟thirdparty的researcher 或者thirdparty的app 通通都是接到這個API 那我們想要加一把API key在上面 可是同時呢我們又希望網站 這個沒有登入的使用者 還是可以看到這個API的內容 那要怎麼做呢 這地方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那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到cofax.tw.shack 一起陪伴在line裡面收到謠言的人 這時間 這時間 感谢观看